8月25号星期二 情人节呢 我们本来想要做这种 专门为这个情人电影 做一个专辑的 但是后来想到 其实情人不一定会去看情人电影 可能还很适合看 我们今天上周排行榜的 其中的一些片子 因为有很多人会在今晚呢 可能会先看一个电影 然后再吃一个晚餐 如果是要节约能源的话 烛光是可以啦 但是不能开灯哦 只能烛光哦 那以前的情人节 我不知道怎么过的 是不是很传统 因为以前的情人节的话 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的 特别需要去强调 那不过我觉得今年很好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三倍券情人 哇这名词真好耶 就大家一直省省省 省到就今天啦 就今晚全部用 因为所有的情人系列 都可以用三倍券 真的举凡花店 我们从这样子好了 花店 好 花店你可以用情人节来订花 对不对 两百块 你不用全花 你只要打两百块 他可能会就说 就送你99加1 没那么贱啦 那个花哪有那么便宜 我们不能让花 我们可以先振兴花农了 那花农的话 你可以用农油卷哦 如果你刚好抽到这些卷 然后接着看电影 你可以用义放卷 据说 据说 可以申请了 办法也公布了 就是1265跟迪亚都是边缘人啊 第二波只能边缘人申请 还有65岁 你这是 我比较打破江泰的美梦 我明明就不是126 你不是126吗 我不是啊 所以我第一波就有了 哦那你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你第一波有共沽吗 你有抽中吗 我有抽中 你有抽中 拜托 只有1跟2跟6的人抽不到 我怎么可能会抽不到呢 那你用 你看完了没 没有这么边缘啊 你看完 你用了吗 还没开始 那你今晚可以用 好OK 还没开始用 好那你可以用义放卷看电影 看完电影呢 还可以再去逛一下 逛一下台北市有很多地方 都会开到12点以后 信仪计划区 很多店都是彻夜的吧 今天我在想 或者你觉得很困了 那我们台北有很优惠的 就是 你可以用三倍券 然后去订五星级 五星级的各种设施 OK 都今年都是很便宜 其实台北市 台北市的观光业 最近都是大放送的 请所有想要来台北度情人节的 大家可以充分的振兴 我们台北的经济 观光经济 OK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好 节目呢 我们现在就 可以看一下 帮大家挑一些片子 适合情人节看的 我觉得情人节看爱情没意义 应该要看恐怖 好 结果我发现了冠军 就真的失去看爱情的片子 不过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还会倒数回去 我们第十名 我们第十名就是十年前就已经很卖座的全面启动 那不过呢 导演的最新的作品天能快要上片了 所以全面启动 现在呢本周上榜第十名 那再过几天 就可以接棒给天能 第九名这个也是重新上映的一个经典 这个是金敏的另外一部经典作品 叫东京教父 那是一个很误谐 但也有一些社会黑暗面 但是还是很温馨的一个电影 那有趣的是这个片子 他的背景是在这个跨年 是耶旦跨年的时候 所以他反而是前十名 我个人觉得最不应景的一部片子 可是金敏的这一部片子 对不对 我觉得算是他一系列里面来讲温暖的 有温暖的 而且画面最可爱的 那可是主要就是在讲的是亲情跟家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其实也不是浪漫为主 第八名这个魔鬼对决 那这个片子呢 就是两个韩国杀手跑到泰国去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 黄正明跟李正仔 两个韩国大叔 那当然都还是打得很够力 那我比较好玩的就是 虽然很多人喜欢去泰国玩 很喜欢去曼谷 但我相信看了这部电影里的曼谷 你可能会稍微打一个问 只能说韩国导演还是很会拍动作场面 可以把曼谷拍成像汉城吗 也没有 首尔不是汉城 也并不是 他拍的当然是这个曼谷比较传统 比较不是那么开发的地区 就是在这种地区才会有一些犯罪的行为 所以说大家去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 怎么跟我常常逛的曼谷那些区都不一样 第七名马上就来了一个 这个就是爱情的电影 不过他基本上是比较偏喜感的 这片叫做棕榈泉不思议 里面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为大家稍微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电影 那虽然感觉的出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前提是不是太新鲜 可是这个片子厉害的是 他在一个你认为已经有一点老梗的前提里面又翻新的一些设定 等一下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第六名这个就是应该大部分的情人都已经看过了 所以他也从第一名一直往下掉 时速列车感染半岛 第五名这个片子呢 是一个台湾名厨的纪录片叫初心 那其实为什么很应景的这个情人节关心呢 就是因为呢 这个名厨他的电脑真的很适合情人节大餐的时候去吃 不过要提醒大家 第一你的荷包要比较满一点 人家是大师两个三倍券够不够 不够勇完全不够 对因为人家是米其林二星的大师 对对对 而且刚好那个昨天揭晓 是就是什么什么台中台北 台中台北对不对 对那基本上呢 初心就是在讲江振臣这位名厨的故事 那他的电载大家都知道吗 台北大只有一家 然后那一家呢是你应该95%以上 想定都是定不到的 因为都是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满了 对那可是呢 我们也不晓得说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幸运的人 能够吃到这个很高豪华高档的大餐 现场挂号吗 也没有 但你虽然你吃不到他的餐厅 但你可以看到他的电影 对也可以 是 来第四名 第四名 哇这个很长的片名 我们大家就知道是动画的日本动画的剧场版 叫Face Day Night 三春音之歌 所以呢 前面搞不好有Face Day Night 2 或Face Day Night 1 这个都不晓得 那不过呢 显然他的粉丝还是非常的热忱 非常的忠实 所以本周上档还是第四名 接下来本周第三名 口碑很好 然后一直在排行榜上面 然后非常撑得很久 而且走势很强的怪胎 那讲的就是两个有强迫症患者 终于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发现 有彼此互相认识了解的人 结果想不到有一天 这个男的就忽然病好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此再也不洁癖了 也没有OCD了 那怎么办 两个人之间感情走不走得下去 这也是怪胎 第二名 这是刚刚江泰讲的 这个电影呢 其实情人节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来看这个片子的话呢 给大家的一些省思就是 千万要记得 你如果要去学东西 你一定要去学建筑 学医学 学一些就是 未来社会重建有关的东西 要是你就像我们一样 都风花雪月的话 保证你在这个避难所的抽签 你绝对抽不到 而且不是只有126而已 因为你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人才 这篇叫天节倒数 那就是杰阿巴德勒 他也是一个 他刚好因为他演的 就是个建筑师 所以呢 他们一家子 对 他们一家子就很幸运的 被选进可以进去避难所 不像他们的其他邻居一样 都没有人能够进得了 这个避难所 但是呢 在从这个家里 然后要坐上军方的飞机 甚至于要飞到 位在格陵兰的这个避难所 都是一条一条的漫长艰辛的困难的道路 充满很多的险阻 所以说这个片子 虽然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比重的 大灾难的场面 但是从头到尾 都有一些紧张的地方 所以算导演 把一个不是那么大的成本 但用在刀口上 算是娱乐效果都做的蛮不错 我有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说我们已经认为他算是一个CP值最高的B级影帝 对不对 是 是就是说他演的片子都是 好像都会卖 好像是能够让片子赚得到钱 很多钱的感觉 可以让他重建他好莱坞上次加州森林大火 据说他的家被烧光光了 应该可以重建了 他又学建筑 但是这部片在这个时候推 然后又很符合 他本人不会 请问一个问题 他这部片子 是在疫情开拍前多久 疫情开始前吗 因为你有没有觉得很符合 现在有一些避难心态 就是我们需要建造一个 例如说有些富豪开始建造一些避难 好莱坞其实从1970年代 他们就热过一波的灾难片 所以说这些题材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有人拍的 不会说特别为了什么东西而专门 那如果说大家希望看到 反映今年疫情的影片的话 可能是两到三年之后 也许这些片子 三年前已经有一部全面 全境 全境扩散是快十年之前 而且那部电影的重点在于 他是因为SARS 这个东西 之后拍的 所以说他等于是为了SARS之后拍的 那所以说像我们2022年之后 那就要看这一波疫情会撑到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希望疫情提早结束 那也许关于他有关的电影 就会很早出来 好我们刚才是第二名的天节倒数 那本周的话 我们很开心的看到 我们有一部新的国片 这片其实当然就一定要在这种时候 趁热推出才行 这部电影就叫做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所以呢 其实他 这个片也算有点坎坷了 因为他本来锁定的是白色情人节 就他本来是3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大家知道台湾 日本的很喜欢 日本的很喜欢 日本的海国都是有这种 就是2月14日是西洋情人节 但是西洋 很接近哦 这两个节啊 西洋情人节常常都是在我们的过年春节时候 所以说春节的影片可能就是会演到那个时候 那如果说你要针对真正谈恋爱的情侣设计 有可能就是白色情人节 或七夕 对对 这种事 所以他刚刚好啊 他虽然因为疫情可能没有卡到白色情人节 可是却卡到我们现在全线复苏 所以其实也是说台湾算疫情这一波也有手的还不错哦 所以刚好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能够往后退 刚好就是退在这个七夕的这个大麦 那所以呢 喜欢其他是一个根据一个作家叫四一的小说改编的 那当然他的书迷一定是有来捧场 还有呢就是年轻的观众哦 因为如果说要约会的话 看一个很硬结的电影 就在这个片子里面就有 那这个电影呢 其实我们现在好像直接马上就开始在仔细的讲 我们恭喜他了 恭喜他冠军 而且等一下也会好好谈 因为今天就是情人节吗 没有时间马上就要进入正题 我们一定要先讲一下 因为最近就应该讲 本周末不是有个很大的新闻呢 就是说大家看电影 因为全线就是没有办法出国 现在所有行业娱乐业都复苏了嘛 就有人看电影就很没有耐性 然后就很容易情绪失控 然后就会错怪 应该怎么讲 错骂这些一线的售票人员 然后当然你知道 我后来就想到一点 就是说除了大家排队很急躁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排那么久 然后他要再问你说 要不要爆米花急拿跟可饮料 你需要再买爆米花急拿跟饮料吗 所以会不会选片光选片就已经蛮久了 然后要再付钱 然后再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要提前30分钟以上 热门片如果没有网路预购要更快 因为他可能已经快要开一点了 都还没排到他 他就更急躁 可是你急躁也没有用啊 因为就是要一个一个慢慢来啊 你的经验 我个人最害怕的是那一种 就是一个可能是两个人去看电影 但是发现说也许那一场快满了 剩没有什么好的作为 这个时候他们就问说 那你有没有想要改看哪一个别的 这下就完蛋了 因为他就会开始选择 选完了以后呢 这个售票的店员就会告诉他说 他这个片子我们有搭配什么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又要开始再考虑个两三秒 说我要还是不要 我要搭哪一个还是要搭另外一个 这个时候等到他好不容易 终于已经花了大概差不多快10分钟了 决定要付款了 要付款的时候售票店员又很好心的跟他讲说 我们有什么什么卡有优惠 你有吗 还有一点你上个月消费签单 有没有满888 999 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找他们的信用卡 搞不好我自己没有 你有那一张吗 我就问我旁边有没有 我旁边也要找一找找 完了以后他要慢慢的刷完了再签 刷不过耶 你有没有另外一张 我的天啊 我真的看到了 我真的马上我的理智线可能也会在那一刹那段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并不是因为说大家不想快速 而是真的快速不了 请大家一定要有耐性 排队的时候再急也没有用 真的是没有用 你我只能做一种准备 因为我常常就是赶不上那个前面的人 我都要有一种准备 我觉得刚刚江泰讲的一句话非常好 就是你一定要提早至少半个小时 提早最少最少 而且我个人觉得前面的那一些东西 你不太能怪售票的这个店员 但有一个东西我真的是要把它拿出来问一下 虽然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也许很多人会退战啊 很多人会按按需啊 真的吗 对 那不要讲了 我要提出的点不行我还是要提出来 千万不要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会让我越来越不想去看电影 静音 好来请说 我必须说我们大家扪心自问 大家自己承认好了 台湾人是不是非常的没有特别再准时 对不对 对 真的我们常常说哎呦快到我快到 其实我才刚走出家门而已 但是我们偏偏有样东西 说的不就我们两个吗 全世界没有了不只我们两个还有很多别的 我们不是一个很准时的 我们不是一个很守时的民族 但问题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全世界最准时 就叫做电影开场 真的很守时 你在那边写三点 我现在看过台北市大部分的戏院 你只要写三点开场 他最晚大概三点七分八分就开始演了 一定演啊 因为真的一定会的 因为你知道预告 我每次都希望他预告长一点 没有用 没有 完全没有用 他其实因为他紧接着下一场 他不可能顶得 没错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奇怪了 全世界比我们都守时守 一百倍的日本 嗯 他的电影院前面也绝对有15分钟的广告 要加预告 太久了吧 很多吃预告 然后再加一些广告 所以说就算日本人这么重视准时 他那个电影时刻表上面写三点 他绝对也是3点15分再给你进到正片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台湾一定非得非常强烈的 一定要逼着你很准时坐在戏院的椅子上面 这样子才行 我告诉你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 你知道吗 有的要坚持 有的不坚持 那我今天觉得说好 OK你要准时可以 你就连平常跟人家约会都准时 台湾人又做不到 然后呢 你又要跟全世界唱反调 你去美国看电影也是一样 他表定7点开始 他绝对前面有20分钟广告加预告 你如果7点到的话 你7点10分 他搞不好才播到第二支预告片 我告诉你 这除非说像我超爱看预告 然后超爱看那个影城的那个小电影宝宝 但是问题是 我们讲这一段绝对会被人家骂的 为什么 人家讲说你为什么不准时 本来就是应该要准时啊 你平常都没在准时 你看电影准什么时 看电影就是要让你放松心情的时候 你那么准时干什么 天哪情人节竟然已经讨论到影城的预告 至少应该要几分钟 台湾什么东西都在说 我们这样子没有国际 关我们这样子没有国际 国际上都没有那么准时给你放电影 3点开始 3点20才会进完所有的预告片广告 你在那边给我干什么 干什么火车 你到底是有错过多少的开头 我非常生气这件事情 因为你一定错过 太多了 好啦那就不要怪别人 那就要告诉你 下次请早啊 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还不开眼 为什么还不开眼 那好这些人我建议 等到以后疫情全部稳定了 疫苗都出来的时候 你多多坐飞机出国去看电影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不准时开眼 没有啦 人家只是说预告长度的习惯 像我们就是最多七分钟 差不多 对不对 差不多七分钟 拜托 别人别的国家 一张票也许比你贵一些些 但你进去里面你看看很多只预告 很开心 都起码四五只 原来你爱看预告 预告很好看 原来你爱看预告 我觉得还是要这样子啦 就是提早出门啦 以防偏头看不到啦 那我们还是要强调 准时是一个美德 OK 那但是预告片也很好看 我不介意让我看 二十分钟预告片 我常爱看预告片的 这个本来就是很重要 而且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 整个仪式性 现在很多人都说 因为疫情来的 担心说大家都在家里看电影 没有上戏院的仪式感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仪式感 我们小时候去看电影的时候 第一个走进戏院里面 你会先拿到一张免费的电影本事 这个东西 迪亚叔叔 再讲 姜泰 再讲 我就已经迪亚姨婆了 姨婆 千万不要再讲本事这两个字了 一定要讲 因为这个东西你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这一张 然后那一张上面的正面 就是印这个电影的剧情 背面就是印下期要上映的电影 偶尔还爆雷 常常在爆雷 这很重要 大家都不怕 你一定要先拿到一张这种东西 然后你去找你的位置坐 坐下来以后呢 前面就是20分钟 15到20分钟的预告片加广告 基本上就是先给你剧透就对了啦 也没有 然后等到这个广告播完的时候呢 马上就开始唱国歌请起立 唱完国歌之后 下近期放映下期放映正片开始 30分钟 这个套装的仪式过程 现在的话呢 没有本事就算了随便啊 然后也没有着什么唱国歌 当然也不用唱了 没有关系 大家不用起立了 可是预告这不能少吧 预告片很精彩 那不然你要去哪里看预告呢 那我每天守在这个电脑前面吗 对 自己点阅 没有那么大的荧幕啊 第一名啦 情人节的啊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 好 我们现在就要来应景了 是 是不是 大家希望今天 今天的 可不可以 最想讲的就这句话吧 你也刚好喜欢我 片名就非常感人 是 那这个片子呢 其实他基本上故事就在讲说 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啊 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 网美型的女生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主角之一 林应伟演的这一个女生 那她呢 是因为常常会直播 那她直播就是很多人在看 结果呢 有一天啊 忽然在她直播的过程里面呢 她的一个男同学啊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曹佑宁演的这位同学 跟她告白了啊 那她就说 要不要接受呢 就大家都在等着看到 到底要不要接受啊 她就跟这个曹佑宁演 这个男同学讲说 好 我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他们校园里面 有所谓的MI榜 就是Michie Impossible榜 就是把两个看起来 最不相干的人 但是要凑成一对啊 所以呢 他们就有这种榜 就第一名的一定就是 两个最天南地北 最没有可能凑在一起的啊 这个组合 很多大学生喜欢玩这种挑战 然后他们还会插花赌对赌 然后就说看可不可以达成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王美女生呢就给了她这个任务 就是你要把前三名的都凑成对啊 这样子我才能考虑跟你交往啊 真无聊啊 是为了充值播数吗 等一下江泰 江泰 不要这样子 人家是一个浪漫的爱情 没有这过程一定很好看 有点像改造野猪妹 好 但当然这三对啊 都是各自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故事 那真正的重点是说 我们的这个男主角 其实还没有做到完的时候呢 王美这个女生 就其实已经喜欢她了 但是她又发现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就是在于她自己的室友啊 就是陈于衍的这个女孩子 跟这个曹佑宁 他们俩是从小青梅竹马 所以说呢 她的室友反而跟这个男生 是从小就认识 而且两个人之间就很暧昧 这个时候 青梅竹马的同学还是玩伴 青梅竹马的玩伴 通常电影里面 这种青梅竹马的玩伴 到最后长大 通常都会彼此有喜欢 没经验 所以没办法评论 然后那结果呢 她又她的室友 就喜欢这个男的 其实室友一直很喜欢 但不敢讲 因为毕竟就说 这两个女生里面 就是王美当然是长得比较漂亮的 是属于女王 然后呢 室友在她旁边就有点像是 她的这个用人啊 宫女啊 也不算是丑竹 但基本上就是 比较有点像是为了 为了帮她必须要做很多 打杂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 当她给这个男生下了MI榜 不可能之任务挑战的时候呢 她的室友也去帮这个男生 一方面又要压抑自己心里对她的爱 然后接下来这个三角习题 就是主角的三角习题 然后另外再搭配那三组MI榜上面 插花子 对 所以等于说这里面大概有四段的恋爱故事 对 这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丰富 更丰富的感觉 我很想知道 最后这个男的到底选择谁耶 跟你讲了还要看吗 不行 当然现在就要去看 我很想看耶 要看 那三队有成功 一定是有成功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三队比较好玩 第一队就是比较年长的 就是他们健身房的教练 然后跟他们的一个美术系的教授 那这一队 好逗哦 对 这一队就是黄建伟演这个教练 跟杨景华演那个教授 那他们两个故事是说 教授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有前途的女画家 可是 大概差不多过了某几年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自己作画的水准 越来越就是 走到一个瓶颈 画不出来了 然后他后来就不画了 但是他从此心情就变得很差 然后他去学校教书的时候 也都对学生非常的严格冷酷 死当率90% 可是这个教练还是非常的爱他 第一次听过美术系的 美术的死当率 你可以大到这么高 这个教授有多难过关 他等于把气全部出发在学生身上 那可是呢 这个教练还是很爱他 可是这个教练 其他系里面也一直觉得说 这个女教授应该是喜欢他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始终无法进一步 这是其中的一组 另外一组呢 第二组就是他们学校附近 有一个开酒馆的 那那个酒馆老板娘就是黑道大姐大 那偏偏这个黑道大姐看上的是他们学校一个哲学系的男生 那第一这就是一个姐弟恋 第二又有这种暴力女对那种学问的这个求学比较斯文的男生的这种高反差 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就又更夸张 第三组呢 就是他们班上的那种女学者 就是每天戴着眼镜 然后很会算那个物理算事 号称他们班上的爱因斯坦 女学霸 对这种学霸 可是呢 这种女生看起来就不是很吸引人 可是 然后但是偏偏他喜欢的是他们校园里面的白马王子 就是那种又会运动长得又帅 简直书呆子喜欢白马王子 可是这个女生其实背后有秘密 原来他晚上常常去夜店放音乐 然后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DJ 只不过他在放歌的时候 他都会戴面具把自己遮起来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所以可不可以刚好你也喜欢我吗 这三个要凑起来 所以 很精彩 这个看主角 那我会觉得这个片子好玩是好玩赛 故事当然是很轻松 而且很容易消化很好入口 那可是我会觉得也许因为片长的关系 所以他四段恋情没有办法发挥的很平均 就变成说有些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好像很快就过关了 或者是很容易的就把他们凑在一起了 但是仍然能够从中间看得出来 好的演员是会帮戏加分 就比如说黑道大姐演黑道大姐理性 那我觉得他在里面真的把这个角色演得很活灵活现 所以我们应该给爱的告白气球 对不对 哎呦好浪漫哦 对啊 不知道我们这样子 今天给分才应该给价 所以这个硬景片 硬景片 那问题是气球我们也不能只给一半 因为这样子会破掉 这样不圆满 还是要给一半怎么办 那就满 3.5颗 那你要加到4颗 4颗 那要4颗啦 好啦 既然今天是我们的那个情人节之夜 对不对 所以要浪漫的不得了 浪漫到底 一路来 将来进行 刚好 今天就第七名的也是一个喜剧 其实都是喜剧也很棒 OK 钟吕泉不思议 到底有多不思议呢 基本上就是呢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一种片子 就是主角被困在某一个日子里面 只要他一起床 马上又重新开始再过一同样的一天 Happy Death Day吗 没有 就是最早这种电影叫做 今天暂时停止 土拨熟日 这是 这是一个 电影 OK 最早这个剧情的电影 不然这是一个实验吗 没有没有 最早这个剧情的电影 就叫做今天暂时停止 我主角就是一个气象播报员 他就是卡在某一个地方的土拨熟日 每一天 他就一早上一起床 就又是同样的一天 土拨熟日 是 然后呢 我们的钟吕泉不思议 厉害的地方叫做 通常这种电影都是有一个主角 他一直被卡在这个困境里面 但钟吕泉不思议呢 因为啊 我们的主角是一个男生 他要去参加他的女朋友的姐妹的婚礼 所以说 他因为美国的办婚礼就是这样子 他们可能会办个两三天 然后就是你亲朋好友 全部都带到一个度假圣地 还是什么地方 先有一个单身party 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开始预演啊 然后到最后正式的婚礼 然后那个事情可能都会过一个周末 彩排要一天 两三天 可能就是两 你们大家所有亲友聚集在那个地方两三天 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完 然后据说呢 这种东西的钱啊 在美国的习俗都是女生家出的 哎对耶 因为我们的教主啊 柔就在夏威夷参加了一个婚礼 顺便他自己也去度假你知道吗 他就在那个婚礼就好几天耶 我说天到底婚礼是哪一天举办啊 对 可是他们都是 他们就等于是一个婚礼假期 有囊场 对 然后大家一起去度假 OK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男主角 每天早上一起床 他就会发现自己躺在女朋友的床上啊 就对 因为他是要跟他女朋友一起去参加女朋友的姐妹的婚礼 所以所以他也是宾客之一啦 对 那起码这是好的啊 你起来至少不是在那个 那个骷髅岛 而是在女朋友的床上 而且重点在于是我们今天 我们现在看到这部电影呢 他跟其他那些类似的片子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他类似的影片是主角慢慢的发现说 自己可能被困在同样的一天 但我们的片子一开始 这个人就已经很清楚 因为他已经过了几百个同样的一天了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在这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于 有另外一个人掉到跟他同样的处境里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我们的女主角呢 也是新娘的姐妹 但问题是不是男主角正在dating的那一个 也是女方的朋友 亲戚就是她的姐姐或妹妹 然后男主角却带着女伴参加婚礼 是好那那怎么样呢 他们两个都同样的时空 对然后呢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告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男方也有男方没有办法过去的情况 女方也有女方没有办法过去的情况 然后还不止他们两个人被卡在这一个鬼打墙的循环里面 还有别人啊 所以说这个片就变得有趣了 他就变成说主角可能不一定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才会打破这个循环 而是说我如何在每一天都同样的日子里面 我如何每一天都跟前一天过得不一样 对因为他们两个知道他们会重复这一天嘛 所以他们可以编剧吗 对所以说男主角是已经到了 他已经从刚开始过了很受不了 到已经变得习惯 到最后他什么都可以 就把他好像很像在玩游戏一样 过关 所以呢就变成男主角其实在这个这么多日的过程里面 他几乎跟每一个人都发生过关系 那他真的不想回来啦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来啊 所以说到最后你也没有办法回来啊 所以你就知道 那他们两个怎么 怎么样他跟另外一个女主角会发现 他们两个同样是被困在土玻属日 最刚开始是男主角被困在里面 但问题是女主角呢 对他产生兴趣了 然后呢想要去跟踪他的踪击 就没有想要就掉进了一个洞里面 一掉进去之后换成他自己也一直被卡住啊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另外 接着他又发现说男主角好像也曾经 不小心害到另外一个人哦 也是产生这种鬼打墙的情况 然后那个人呢 曾经为了谢恨到处追杀那个男主角 所以这部的 你知道吗 这个编剧要逻辑很强耶 也不用 因为他这个其实也算是简单的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 男主角女主角 他们中间还是经过了一些不一样的形式 跟他们到最后找到一些人生不一样的想法 以至于有可能他们能够打破这个循环吗 有 干嘛 但是但是如果 没有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会有彩蛋 算有 对不对 应该是会有彩蛋 但他的彩蛋其实并不太像一般的超级英雄电影一样 他可能是片尾字幕中间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一定要等到字幕完才行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的好玩点就是在于 有像这种东西 你以为说他好像已经被好莱坞票烂掉了 但没想到这个片子又稍微出了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模式 那里面的演员 我觉得演出也都非常好玩 男主角如果大家常常看美国的影集 他有一出戏叫做荒唐分局 荒唐分局 99级Brooklyn Nine-Nine的男主角 安迪山伯格 Andy Sandberg 那他也蛮常跟亚当山德勒搭档和演电影 所以这一次是他从头到尾挑大梁 那我觉得荒唐分局太好看了 顺便推 OK 顺便推荒唐分局 好那所以呢 亚当山伯格的这一部 安迪山伯格 安迪山伯格的这一部 已经把他们两个合拍了一部电影 对因为他们两个合演过父子 OK 所以会打签 好安迪山伯格的这一部 中旅前不思议 那我觉得还是蛮不错 OK 很适合开心 我还是很想给一半的气球 但姜太一定会把它补满 对我们一定要圆埋掉双树 好了好了 我就3.5加0.5就4颗好了 4颗 好 我们的情人节之夜呢 已经差不多也差不多他们吃完了 现在差不多近时钟了 我们看完了这个台湾的很浪漫的故事 我们也看完了美国 西洋的 西洋的这种有一点奇想的 很不思议的浪漫的影片以后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 真的以浪漫出名的国家 这个国家曾经拍过非常浪漫的电影 让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 哇好怀念 好我们的情人节继续进行 对不对 已经给他们两段开心的浪漫的 接着还有更浪漫的吗 给他们一个非常完整的夜晚吗 比较不是那么开心的 因为故事的一开始 就是从一件亲人逝去的 这个丧礼开始的 那这个电影叫做最后的情书 如果说大家听了这片名以后 日本 听到情书我就想到中三美岁 yes 最后的情书就是 也一样是严谨俊二导演 哇那也很感人 他故事刚开始呢 先来主题曲 也没有张学友 自己哼 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就会讲说呢 有一个叫做未孝的女子 大概四十多岁 很年轻 可是他就已经过世了 所以说呢 他的妹妹 就是还有家人 就帮他办了一个葬礼 然后在葬礼上面呢 这个妹妹的女儿就说呢 想要去陪这个死者的女儿 就是去陪他的表姐妹啦 陪他表姐妹住 因为怕就失去母亲啦 很担心很伤心 所以呢 这个女主 那个所以说这个死者的妹妹 也就答应了 就说好吧 那你就去陪她过 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件很妙的事情 因为呢 这死者的女儿就拿了一封信 给他的阿姨就说 有人寄给妈妈一个通知 那个通知上面叫做同学会通知 不知道他过世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呢 那个她的女儿 这个死者的女儿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她就拿给阿姨说 阿姨你看一下这个要怎么解决 同学会 那阿姨就想说 好吧 我就来帮我的姐姐处理这件事情 就要那一天就去了同学会 结果没有想到 在同学会上面呢 因为 这个死掉的这个卫校女士 她曾经在高中校园里面 是还蛮出风头的 她是学生会长 也曾经是毕业生致辞的代表 所以她其实在当年学校里面 算是一个还蛮知名的人物 风头人物 可是她很久没有跟她的同学联络 而她的那些同学也都搞不太清楚 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以至于她的妹妹走到会场的时候 被误认为姐姐 然后的妹妹呢 很像是不是 两个长得很像吗 那她不是一人分饰两脚吗 这部电影有一人分饰两脚 但不是这样的分饰法 毕竟我猜对了一个 也是有分饰两脚 这个妹妹呢 就一下子之间也不好跟她们解释 说其实不是我 她就被半推半就的就送上舞台 因为很多人就拱到说 当年你毕业生有致辞 你现在要不要再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些话 然后妹妹就拱上台了 好可怕的极其言讲 讲完了以后呢 她就想赶快走 老板回家了 就没想到她在要等公车的时候呢 就碰到了当年曾经暗恋过她姐姐的一个男生 追出来 谁演的 就以为说 你是不是她 然后怎么样 有那个人演那个男生的叫做福山雅治 那就愿意 你也没听女独角是谁 重点是 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我要问男的是谁 好男的福山雅治 女独角是松龙子 松龙子就演那个妹妹 然后呢 接下来松龙子回到家以后呢 她就开始 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始忽然突发奇想 就给福山雅治写信 她就假冒是她的姐姐 然后就去写了一封信给她 然后福山雅治也回了信过来 然后就是借由她们两个之间的信 开始去回想到她们当年的曾经在校园里面的一些往事 如果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好像很耳熟 你好像觉得在什么地方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告诉大家 这不就是情书吗 不是 你的印象没有错 但这部电影呢 不是叫情书 是两年前有一部中国片叫做你好之华 那可能因为你好之华的导演也是严谨君二 这部电影就等于是说严谨君二 她自己写的一个故事 分拍成两个版本 中国版跟日本版 那中国版因为虽然曾经入围过金马奖的这家女主角 中国版的女主角是周迅 那她就是演这个松龙子的这个妹妹 演的这个妹妹的角色 她就演松龙子啦 对 然后周迅入围当年的女主角 然后这家女配角当年也有入围 就是演这个周迅的少女时代 的周迅的女儿 所以说一人分饰两角 是分饰女主角的少女时代跟女主角的女儿 就都是周迅啊 没有没有都是女配角 就是张子峰演的这个角色 那在日本版里面是一个美少女叫森七菜 她演松龙子的小时候跟松龙子的女儿 这样子 然后呢最后的情书 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的话 应该是说因为周迅的声音是嗓音比较老练成熟 所以你会觉得她就是有一种 不是很青春的那种味道 松龙子的声音还是比较年轻一点点 人家演起来感觉是活泼起来一些 然后呢 你好智华的男主角是秦浩 这就是我觉得严谨君最恐怖的一点 就虽然江泰刚刚一听到说 福山雅治觉得心情很开心 风穿月丝 不是还没有到那一趴 还没有到那一趴吗 先讲福山雅治 因为我真心觉得福山雅治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个造型真的是85%像秦浩 所以多可怕 还好不是像秦翰 像秦翰也许对某些人来说是加分 但是我觉得像秦翰 福山雅治可以变成像秦浩这一点有一点可怕 那我觉得严谨君二超厉害 他不但一个本可以二脉 他还可以让两个本分别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那么match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强 他要拍两个版 当初大家看你好之华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上有一点像是中国人在模仿日本的那个味道 所以其实最后的情书理论上应该是要更对味一点的那个感觉 可是你如果先看过你好之华 再来看最后情书 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互相 就是有一种既定印象 然后好像有一点被绑起来的那个样子 可是你很厉害 你看过那么多系列 你都看过了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里面比较惊人的一点就是说除了福山雅治刚开始出来有一点像秦浩这一点恐怖之外 好了就是刚开始出来猛一看你会觉得吓到怎么变得那么像秦浩 但后来他还是慢慢的就福山雅治回来了 然后呢 对对对对 那但是这个严谨君二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片子里面就你好之华里面找了这个胡歌来客串周迅的姐姐的渣夫 就他的前姐夫是一个渣男然后现在有别的家庭这样子 然后在你好之华里面他们找胡歌 所以在最后的情书里当然就是要找风川月司 我觉得都很强耶 胡歌也很强风川月司也很强 但日本版更强 因为你好之华里面呢 演那个渣夫的现任太太的大家比较不熟 可是在最后的情书里面演渣夫现任太太的真的就是中山美岁 加分加分 不一定加分因为周泰每次要演一个大渡婆 所以你真的会觉得他真的就很明显的老了 我觉得与年龄不符啦 因为他的年龄也的确算很高龄产妇了 所以演起来会比较老太一点 比较不行 就是五十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看起来真的就会觉得落差一下子很明显了 可是严谨君的心目中的中山美岁就是永远的情书里面的女 所以还是必须要把它找回来 还是要把它找回来 那我觉得说呢这个最后的情书当然还是没有昔日的情书那么精彩 所以我还是给就是三颗气球 那可是呢如果大家是喜欢看日剧啊 就是你一路上这些主角的有名的戏你都看过的人的话 这一部还是不太 你还是不需要错过 因为会唤起你很多以前的一些回忆 如果柏鸢重回来可以多一颗吗 不可以因为他没回来 祝大家群人的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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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